北大的學生周俊宏的電影《少男的祈禱》 在印度國際短片影展中獲得了首獎 這個短片描述 十七歲的少男跟正妹清潔工相遇 從此改變了他的廢材人生 出身澳門的導演 將這八年在台灣看到的趣事寫進了劇本 像是播放古典樂的垃圾車 還有PTT鄉民文化等等 周俊宏說通知得獎的電話打來的時候 他正在睡覺 他真的非常驚喜 上帝真的很瞭解男生 最能夠打動他們的不是一雙球鞋 而是一個正妹 廢材少年對正妹清潔工一見鍾情 這是獲得印度班加羅國際短片影展 國際競賽首獎的《少男的祈禱》 導演是北一大的澳門學生周俊宏 他說自己跟男主角很像 以前就是一個Loser 人太多了 垃圾車滿了 明天一定到 因為我覺得自己也是滿Loser的 然後如果是說這個男生有什麼跟我相似的 就是很喜歡看球賽吧 因為小時候你看你總會夢想自己去踢 這個很快就發覺不可能 可是你要很喜歡那個東西你都覺得 如果那麼喜歡那個東西可以幹什麼 表面上我是一個高中生 可是實際上我的上班 這是他的第二部劇情短片 首次獲得國際影展肯定 周俊宏在睡夢中獲之得獎 中午的時候他們就打給我 然後看到一個 一個是印度 反正是國外的電話 然後就聽 而且是一個英文 聽得出是印度人講的 然後可是我還是很迷糊 可是我大概聽得出關鍵詞 他是說得獎 然後叫他請他寫電郵 在台灣生活八年的周俊宏 將自己看見的趣事 像是播放古典樂的垃圾車 PTT鄉民文化 還有媒體亂象都放進電影裡 小姐 小姐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清潔員的工作 我還是要在工作 這工作會不會很辛苦呢 會不會很臭 當然可以啊 上男的祈禱片中 還找來體育主播 許展員客串 描述主角 屢次破滅的球員夢 而他的出現 讓事情有了轉機 PTT是去年總冠軍的球隊 但是目前的狀況很不好 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懂得看棒球 可是我那時候就已經注意到 有一個聲音就很特別 就是許展員的聲音 然後我自己也喜歡看棒球 也知道原來他是那麼特別 那麼厲害的一個主播 這個球像變成是一個女朋友 像是裝太扇的頭髮 揮不來了 少男的祈禱是男孩的少年夢 也讓導演 藝圓得獎夢